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剧里大部分的情节都是发生在公路旅行的途中 也就是说 这部剧算是填补了国产剧公路片的空白陈晓 首次饰演警察先导片中 他充满青春气息和正能量的基督警察形象 让人耳目一新网友纷纷赞起可塑性强 近年来 陈晓在角色上不断突破自我 从开始的古装男神林平之《黄亲贵咒十三野》 到重塑金庸武侠经典中的大侠阳国 从民国时期爱国 有担当的沈兴仪 肖军浩 到现代军女题材陆战之王中的主角张能量 从枝曲《微谷山》中的满腔热血的高波道 如影随心里 充满神秘艺术家气质的陆松 陈晓用细腻的表演质感和多变的角色层次展示着 作为演员专业能力和可塑性 景田自出道以来 也有着非常多的优秀作品 代表作有特殊身份 警察故事2013 长城 大唐荣耀等 景田是一个长相十分甜美的姑娘 在影视圈里 她有着很多的称呼 比如甜甜 小甜甜 公主 景田这几年可以说是比较有流量的女明星了 在众多演员中 还是比较优秀的 作风也比较低调 其实电视剧《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对于女舞爵景田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景田自从出道以后 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走的电影咖的路线 可惜在电影上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可 现在转战电视剧希望 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其实她表现力很丰富 只要这个角色 她能把握住 她会演得非常好 在该剧中景田饰演的普通白领李新月 以千万重金拍下大画家楚红飞的画作宝贝 这个奇怪的行为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被卧底警察陈晓饰演的金小天 像影子一样追踪 两人阴错阳差的 一起上了楚红飞之子 楚之汉的创业项目直播旅行房车 开往新月想念又害怕的故乡 香格丽拉在风景如画的旅途中 李新月与一直保护她的金小天互生好感 但金小天哀于卧底的身份 一直不能表白 当贩毒集团与楚红飞联合导演了所有仇恶 在香格丽拉的阳光下曝光后 新月为画家父亲讨回了公道 而小天也圆满完成了任务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对于该剧是微波鲜火 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的播出时间 也被受网友们的期待 不知道你有没有期待这部公路悬疑剧的播出呢